以前其實因為忙 所以我跟主持人 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都沒什麼做 那因為我現在 我媽媽因為有這個痴呆症 所以我就變成把時間很多會陪我媽媽 因為我現在是退休了 所以我們就會在一起 我剛開始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變這麼雜念 因為我女兒嫁出去了 兒子會閃我 兒子就早上趕快去上班 晚上回來 就會忙 對 那我就開始就覺得 我旁邊的人就是我老公 就開始覺得 第一點我會說她的牙膏 就明明牙膏還有 因為為什麼不把它滾好 為什麼還要再拿一個新牙膏 因為我們都會買藝比較多的 就拿一支新牙膏 我就會說 牙膏明明還有為什麼不要 他就也不理我 再來就牙刷 這個牙刷明明還好 為什麼你還要再換牙刷 他說醫生說牙刷三個月就要換 醫生說是醫生說 但是這個要錢耶 就開始就唸他這個 好 那再來就是睡覺 他睡覺因為他習慣蓋棉被 我要吹電風扇 我不蓋棉被 為什麼 因為他 其實他大我九歲 我就說 你幹嘛蓋那個棉被 蓋得一身的汗 臭汗像這樣 我就會唸他這個 好 再來就是開車 你睡一四人了 你還要再黏 我覺得很奇怪 我後來才知道 我因為我這個是更年級 後來就開始開車的時候 叫他開車 我們兩個人爭執最多的就是為了說 哪裡到哪裡的距離 我們甚至為了好 明天開始我們來測距離 真的 哪裡到哪裡的距離 我說這裡比較近 他說那裡比較近 好執著喔 對 為了這個我們兩個 那針影要怎樣呢 就是這樣子 就兩個一直吵 睡覺也吵 還有他上廁所也吵 他早上上廁所 可能要蹲半個鐘頭 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但是 以前我不會理他 我也不知道他真的蹲這麼久 那現在變成我知道他 怎麼早上我起來 怎麼他還在廁所 怎麼可能一個人蹲廁所 那你們家只有一套廁所嗎 其實很多套 但是我們 因為我是那個透天 我住二樓 我們兩個住二樓 他就變成我就一直在等 怎麼他進去這麼久 我就開始看時間 一直看 30分鐘 為什麼 我出來我就開始罵他 他說 這就是我的休閒時間 我說哪有人在廁所裡面休閒 對啊 他習慣 他不會玩遊戲 可是老實講 我相信 以前不會罵他 以前不會說他 以前也不知道 我相信他坐在馬桶上面 會坐半小時在那邊看出報 是他很放鬆的事情 對 以前我不知道 為什麼 是你提早出門 還是他出門去了 不是 我們以前沒有去注意這些問題 以前沒有那麼長時間相處 現在相處以前的所有缺點都看得到了 我覺得是 我開始囉嗦了 開始是注意身邊這個人的所有種種細節 以前我們都也是一樣 因為雖然說上班 但是以前是一樣 但是現在為什麼我就變成很愛念 我女兒現在 你沒有那麼客製的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我女兒就常常 她現在已經就比較傻回來 她會用Line跟我講 媽媽 現在你會不會覺得 你講話講比較多 她女兒好含蓄 對 她說媽媽你講話比較多 你是不是可以少講點 爸爸已經都沒有再講話了 你換他講一些話 對 那我現在我有自己想要改 希望能改 真的 我後來我也覺得 我有一天我跟我老公講說 老公真的對不起 我現在好像整個箭頭都對著你 她有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沒辦法 鄉主也中心嘛 日水三順一個我吃成功 一個不我吃回頭 她說我願意 變者善功 就好了 其實你要想說那牙膏 一宿舍就把它丟掉 你買一條新的就有就那麼多了 何必在乎那一點點 我不是在乎那一點點 我是覺得那還要再擠 我應該可是摩羯桌或什麼 不知道或是說以前就是省這樣子 或是真的囉嗦 真的要為那麼一點點 剩下的牙膏吵架嗎 不是吵架 唸它 我沒有吵架 那個人是太欠責 現在是藥帶回來了 等一下進來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才講念老公對不對 我們都不用唸老公了 我們都不用 那個石頭搬掉了 對 可是 如釋重負 對 可是一定要有一個人 要取代那個位置 對 不唸老公 但是會唸小孩 像我也覺得自己 小孩讓妳唸 我小孩是不讓我唸的 我覺得很怪 像我們 我們都年輕過 我們也都拖牙媽媽 對情對 一直唸一直唸 你會覺得很煩 你會覺得說 你講一次我就知道了 可是我們現在完全 Copy她過去的一個做法 我自己本來沒有感覺 後來有一次 我女兒一上車 我接她下課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 蓉蓉 妳待會兒回去第一件事 脫掉鞋子 妳就直接進廁所 然後把腳洗乾淨 不可以把襪子亂丟 因為妳如果不洗腳 整個家裡面就很臭 因為妳硬來硬去 很吵 我說妳一定要記得這個事情 而且不准上床 如果你沒有那個的話 OK 也不准上沙發 我就講了一次 那是她上車 好 一次 然後後來回到家 回到家開了門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妳要記得 直接進去廁所 然後後來她進去之後 出來就把一張臭臉給我看 我就說 妳現在是幹什麼 我是在教妳 我希望妳要有好的衛生習慣 我又唸一唸 她說 不是我要臉臭 妳夠了沒 我說 唉唷 妳現在又頂嘴喔 那時候就 就有點氣憤 氣憤就已經很凝重了 後來她跟我講 我就突然覺得 真的啊 她說 媽媽 妳已經不只講第二次了 我告訴妳 我上車妳講一次 然後每停一次紅綠燈 妳講一次 然後呢 我們停了多少紅綠燈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刷卡要上電梯 妳又講了一次 進門妳又講一次 妳講了八次 她就說 我講了八次 她說 我受不了了 那妳可不可以講一次就好 我就聽懂了 所以我發現說 很多地方 就是以前不會唸的 但妳不知道妳唸了八次了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老實講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她生氣了 我在想 是這樣子 過去是在七十歲才會發生 是不是很雜念 然後包括喔 像以前我覺得孩子開心 像我們穿什麼衣服 我們開心就好了嘛 我們不喜歡人家來感受 妳穿這個不穿 怎麼辦 後來呢 我發現我最近 我會管她的衣服 我跟她講說 妳不是這個才穿過 妳不要穿這個好不好 然後她就 喔 就小孩子就這樣 就很討厭 衣服千萬妳不要去管 我跟你講這個年紀的女生 穿衣服妳根本沒有什麼可以 衣服是她的生命 不是 妳沒有什麼可以建議的 妳懂嗎 因為她有她自己的主見 對 而且主見很強 比方我跟她講說 妳要不要穿個裙子 會比較好看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我要穿裙子 為什麼一定叫我穿裙子 我說妳女孩子叫穿裙子 她說我不要 我就叫穿短褲 我女兒也不穿裙子 我就 就是也不是反抗 因為聽越久 她本來就是 她喜歡跟媽媽做對 那是她的樂趣 你就放著讓她去 因為妳兩個親子關機 反而越來越糟 沒有 可是我就是愛念 我就覺得說 妳都不像女孩子的樣子 妳從小就很男性化 妳現在都已經要念國中了 讓自己要Lady一點 漂亮的女生很重要 書不一定要念得很好 可是一定要讓自己的狀態 書不一定要念得很好 對嘛 就是妳的人格 品格 還有自我管理要很好 要讓人家看起來 就是乾淨的女生 可愛的女生 甜甜的女生 才可以嘛 妳會唸她嗎 我也會唸 其實有時候她其實剛回來 然後她就在吃東西 我就說 妳真的已經很胖了 像妳這問什麼 一定就是要吃 其實妳 我就受不了 然後她就說 我沒有吃什麼 我說妳還沒有吃什麼 我就看妳已經吃了一個 她就跟我說 我真的沒吃什麼 我今天中午 她就告訴我 我今天中午才吃什麼 幾口麵 然後喝個湯 因為我很忙 功課很多 我來不及吃午餐 所以我回來 我就覺得很餓 我說但是妳這樣子 落差太大了 妳看妳又吃了十個水餃 妳現在告訴我 妳要喝湯 然後接下來又要喝飲料 這個是不對的 她就為了吃的東西 就是我還是會念她 沒有辦法 就從衣著 拾衣住行 全部都要念 然後一上車 像我早上都要送她上學 然後我一上車 我就開始念她了 妳看 妳剛剛換衣服 衣服也是亂丟 我念了妳六年 妳現在才還是這樣子 還是流感 六年 然後就一直跟她講 然後還有妳書包收好了沒 那考卷怎麼樣 你看 妳現在又出來 媽媽簽名 為什麼昨天晚上不拿出來 為什麼不拿出來 我真的 你就會覺得有時候 她一下子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這麼雜念 可是這位媽媽 整個意思 她現在是最高峰嗎 還是以後還會更高峰 以後還會再更高峰 然後更年期會更念會念 對 現在是在管理 其實妳覺得妳在生活上面 妳要幫她做一個糾正 妳想要把一個正確的觀念 傳達給她 可是妳在傳達的方式 可能是有一點點 要自我收斂一點點 但是呢 但是可能等到妳更年期的時候 妳是無法控制的 等到她到我這個年紀 她就會知道說媽媽都是無差 妳知道她這個年紀 她這個年紀妳幾歲 那就會知道 因為我不希望她重蹈覆責我的路 真的啊 所以我現在看我媽媽 我就覺得她很可愛 老可愛 我以前也很討厭她 我覺得妳限制我的行動 妳限制我的穿著 妳限制我交朋友 妳限制我回家的時間 妳為什麼要限制這麼多 我是人 不是妳專屬的用品 可是我現在看她 我就知道 我懂她當初在想什麼了 其實妳女兒要知道妳的心情 其實很快的 剩30年而已 她是老婆 妳敢真的到這個年紀 像我看我媽媽 我就覺得我現在 以前這話不投機 我就覺得她一開口就是要刺傷我 然後她說 妳媽媽 對 我感覺我在認定她的話 我覺得女兒也會想說 媽媽一開口就刺傷我 對 女兒也是那種感受 沒有 所以她等到 她到我這個年紀她就知道 可是我是愛她的 可是妳要婚 這個時候就趕快要把 這親子關係改變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有點難 因為妳要罵孩子 其實要教孩子 其實就是說教考卷 如果真的是沒有簽名 妳就一次讓她沒簽名 讓她給老師罵一次之後 只要有挫折之後 下次她就不敢了 妳要讓她受點挫折 然後妳要譬如說 妳要帶她 像她吃東西的話 一切的方式 妳就吃一半 就說我已經飽了 我不敢再吃 我怕胖 然後孩子聽到妳的話就 我要跟媽媽一樣 我要跟媽媽學習 這樣就好了 都不會 都不會跟我一樣 妳媽媽現在還會 出口就是要刺傷妳嗎 沒有 我是覺得是認定 跟角度的問題 我覺得她刺傷我 譬如說 妳知道妳這樣 妳就不要給了 我就覺得我已經很受傷 妳怎麼要來攻擊我的婚姻狀態 後來發現她就是為了我好 可是她用了方法讓妳喪氣 然後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坐下來 可以聊兩三個鐘頭 我可以去聊說 她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她聽了什麼廣播 看了什麼書 她的感想 然後我們就互相交流 我就覺得很開心 可能現在母女相處得很好 很好 對 差很多